眼前这片犹如人间炼狱的地方 是非洲的诈骗园区 被抓到这里的人大部分都是偷渡客 家境好一点的 交了赎金或许还有活命的机会 没钱又没能力的 只能掏心掏肺奉献自己了 非洲塞内加尔 塞杜是这里的一名有志少年 因为父亲去世的早 年纪轻轻便承担起养家重任 每天起得比鸡早睡得比狗晚 好不容易偷闲睡个懒觉 还要被家中的弟弟妹妹吵醒 为了摆脱这种困境 塞杜决定去欧洲发展 别看他没上过几年学 但与生俱来的音乐天赋可不是盖的 古典的节奏就像跳动的心脏 可以给他内在动力 寻找真正的自己 这也是塞杜每天最快乐的时候 他不止一次向母亲提及此事 母亲深知外面危险 一次又一次拒绝了他 塞杜年龄小又没出过远门 根本看不透人心险恶 只可惜心上一旦长了草 别人说的再多也成了废话 表弟非常支持塞杜的想法 他早就听说过欧洲是人间天堂 刷刷盘子洗洗碗 都要比他们挣得多得多 于是在这天清晨 塞杜带上所有积蓄 和表弟一起踏上了追求梦想的旅程 选择不辞而别 无非还是担心母亲不让他走 小哥俩兴志满满 跑到镇上办理护照 不知道任何流程的他们 很快就被假证贩子给骗了 一百美金买了两本假护照 小哥俩想去意大利发展 一边打工一边实现梦想 前往车站的路上 大巴车遭遇边防士兵检查 两人的假护照一眼就被识破 就在他们不知该如何是好时 显然这种事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塞杜无奈只好老是交了封口费 历经两个半小时 大巴车终于抵达车站 两人刚一下车 就有负责偷渡的舌头找了过来 看着他们一脸天真无邪 舌头一顿吹嘘 告知只需缴纳八百美金 便能乘坐敞篷跑车 以及前往意大利的豪华邮轮 哥俩直接被唬住 就这样糊里糊涂的上了黑车 本以为会住入一家高档酒店 结果却是随意把他们扔到一个地方 这里的人都是偷渡客 当晚一位大叔闲来无事 给众人普及偷渡时所注意的事项 除了带购食物和水 还有一点就是保护好钱财 放在裤头或袜子里都不保险 最好是想办法藏进体内 途中他们会穿越沙漠地带 运气不好的话还会碰见反叛军 所以一定要谨慎谨慎再谨慎 次日一早 偷渡客依次出发 直到这时 哥俩才发现上了当 舌头所说的敞篷跑车 实际上就是几辆破皮卡 二十几号人挤在一个货斗里 时不时在吃上几口沙利 那小滋味简直酸爽极了 偷渡车队在沙漠中一路狂飙 突然有一个人被甩下了车 让哥俩难以置信的是 司机居然没有停车营救 好似掉下去的不是人而是货物 如此荒诞一幕 也让他们的心凉了大半截 殊不知磨难才刚刚开始 中午偷渡客们全被赶下车 需要步行前往目的地 燥热难耐的沙漠中 死去偷渡客的尸体随处可见 再度努力控制着内心恐惧 好不容易熬到了晚上 顶头人依旧没有停下休息 一直走到第二天上午 一些体力不支的人终于坚持不住了 哥俩知道不能停下 否则他们也会被晒成干湿 途中一名妇女惨遭抛弃 看此人与母亲年纪相仿 赛度动了仁慈之心 可惜却没能把他抢救回来 哥俩既无助又绝望 如果好好听家里大人的话 也就不会陷入这般苦逼的境地了 赛度被砍愧疚时 甚至还出现了幻觉 当晚有车辆在沙漠中出现 哥俩以为等来了曙光 结果来的是反叛军 一上来就开始搜刮钱财 吓得偷渡客们一个个哀嚎不止 整个过程并没有持续太久 就在众人以为安全的时候 反叛军又提着几桶水出现 逼迫那些没搜出钱的人喝下 桶里面装的是强力泄药 没过一会儿沙漠便凑起熏天 反叛军一一进行排查 可怜的表弟就这样被抓走了 赛度干着急没有一点办法 第二天 偷渡客们抵达目的地 赛度怎么也不会想到 这趟旅行从始至终就是个骗局 舌头在外面坑骗偷渡客 然后再把他们卖到诈骗园区 此地位于沙漠中心地带 根本不可能徒步逃出去 中间人告诉这群新来的 想活命就先交800美金 没钱的找家人或亲戚需要 乖乖听话便不会为难他们 赛度有苦难言 身上的钱才被反叛军搜刮干净 就算能和母亲取得联系 家里也肯定凑不出800美金 看到因为没钱而遭受酷刑的偷渡客 赛度心里别提多绝望了 可即便再绝望还是没办法改变事实 赛度身上没有一分钱 终究难逃被毒打的命运 连日来的悲惨遭遇 让赛度看清了人心险恶 倍感绝望之际 他的生命也好似走到了尽头 气凉中夹杂着哀愁 心中满是对家人的思念 这个时候一个好心大叔救了他 又过了两天 有位富豪想卖两个奴隶 唯一要求就是会建筑 大叔听闻立即举手 并拉上赛度一起 经过面试 两人被幸运选中 历经几个小时车程 来到一处沙漠庄园 工作内容不算太难 就是给庄园筑起一道围墙 管吃还管住 可比园区舒服太多了 赛度虽然没干过建筑 但胜在脑袋灵光一点就通 在大叔的细心教导下 很快变成了气墙小能手 而且老板也是个大好人 在即将完工的时候 希望两人再见一个喷泉 如果能让业主满意 不仅会归还两人自由 还会给他们一笔辛苦费 得到了相应承诺 赛度和大叔越干越起劲 短短几天就把喷泉建好了 两人躲在角落偷偷观看 见业主脸上露出笑容 便知道离开一世稳了 分别前两人聊了很多 得知大叔是为了寻找儿子 自愿进入的诈骗园区 赛度与他儿子的年龄差不多 所以才选择毫无保留的帮助他 此地距离意大利还有很远的路程 大叔希望赛度和他一起回家 不要再去追寻梦想继续冒险 说实话赛度也想回家 但是现在表弟生死未卜 他又怎能安心离开 大叔非常赏识赛度 也不好再多说什么 大叔走后赛度在这里住了下来 一边打工赚钱 一边寻找表弟的线索 在一处工地搬砖时 终于听到了表弟的消息 不过状况很不好 逃亡路上 他被反叛军开枪打伤了腿 如果不能及时得到救治 就要面临被截肢的命运 糟糕的是 当地歧视问题非常严重 只接纳白人进医院治疗 要想保住表弟的腿 他们只能前往意大利 赛度本想攒些钱再出发 但表弟因为伤势感染严重 健康状况已经一天不如一天 没办法 他只能找上当地舌头 购买偷渡到意大利的船票 赛度掏出全部积蓄 连一个人的票都买不起 他苦苦哀求半天 希望对方能帮帮他们 舌头本来是拒绝的 可在得知赛度只有16岁时 态度又立马180度大转弯 随即说出了解决方案 舌头准备让赛度当船长 负责运送下一批偷渡客 仅需一天时间便能抵达意大利 而且就算遭遇海警 他也会因为是未成年逃过惩罚 赛度表示自己不会开船 舌头立即带他去学 过程还告知赛度 一旦路上遇到危险 就拨打船上的电话 到时候会有人去接应他们 为了表弟 赛度只得拼了 连夜向意大利出发 整艘船上都挤满了人 赛度紧记舌头说过的话 朝一个方向埋头直冲 许久一抹光亮从前方出现 赛度非常激动 还以为到了意大利 结果只是路过一片钻井平台 风平浪静航行了一整夜 意外还是来了 一名孕妇即将临盆 导致甲板上变得非常混乱 赛度不仅要开船 还要分心照顾他们 船上卫生条件极差 无奈之下 他只能拨打电话求助 然而接电话的 却是其他国家的海岸警卫队 直到这时赛度才醒悟 舌头果然没一个是好东西 光收钱不办事 把偷渡客骗到海上后 是死是活便与他们再无半点瓜葛 警卫队一会表示救援 一会又说船只不在他们的管理范围 直到晚上也没见到一个人影 随着航行时间越来越长 船上生病的人也开始增加 甲板之下还有一个机舱 很多人因为空气不流通 差点卡在里面 万幸发现及时才没酿成惨剧 为了活着回去 赛度必须担起众人 因为他现在不仅是一船之掌 也是唯一能帮助众人脱困的救星 在赛度的耐心疏导下 船上情况逐渐稳定下来 他向大家保证 没有一个人会在船上死去 也许是这份真诚感动了上帝 在航行的第四天 意大利海岸警卫队终于来了 依据意大利法律规定 非法偷渡者会被遣返回国 但是在此之前 还是会为这些人提供人道主义的帮助 我是船长 上于2023年 根据真实事件改编 入围了第96届奥斯卡金像奖 最佳国际影片提名 基于对美好未来的向往 于是踏上了遥远的旅程 穿越撒哈拉沙漠 横渡地中海 一路上遭遇各种敲诈和虐待 才明白理想为什么叫理想 肉体的折磨固然痛苦万分 但灵魂上的信念 却容不得丝毫动摇与怯懦 这不仅是一个关于少年成长的故事 也是对人性生存和希望的一次探讨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讲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